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伯 我是瑋恩 來東京購物的景點太多包 該怎麼安排行程嗎? 我們這次幫大家準備十個購物天堂了 大家在逛街的時候不用害怕 買東西囉 我們現在到了新宿車站 這邊一出站就是女性的購物天堂 有Luminate Broad 跟New Woman 或是Luminate就有三家店 新宿這邊大概有20家左右的百貨公司 而且這邊的百貨公司 占地都很廣 所以品牌數非常的齊全 絕對讓你逛到腿軟 南口這家高島的話 就不夠讓你逛三天吧 新宿車站有很多空橋和百貨公司 直接在一起 這樣你在逛街的時候 就不用一直過馬路 非常的方便 也有Big Parma 跟UNIQLO 合在一起的Big Pro 通通免稅 對 新宿3D木這裡就有伊斯丹還有馬路一 這邊有男生逛的百貨公司 馬路一Man 支持LGBT Community 從東口接到西口 可以走成一條馬賽哥通道 我覺得日本人真的是 不放過一點點商業的機會 在這麼小一條通道上面 卻塞了非常非常多的店家 西口有金王百貨跟小田基百貨 光是這邊就有12家不同的油東巴西電器行 新宿除了我們剛剛所介紹的百貨公司 還有電器行之外 還有很多藥妝店 以及獨棟的小店 是一個一站式的購物區域 我們現在到了國際經兵最多的銀座 這邊每家旗艦店都獨棟非常大 然後有時候跟餐廳融合在一起 這邊駕駛的時候有步行走天空會逛 真的超舒服的 這邊有文具迷逛的伊東屋 銀座位在東京的市中心地理位置相當的方便 這邊適合喜歡國際精品的來大採購一番喔 我們現在到了自由之丘 這邊的特色就是有很多的日雜還有甜點 它這邊有蠻多街道都有鋪這種小石板的路 讓你逛街的時候會覺得特別的游宅跟浪漫 這邊跟高樓林立的新宿跟紙袋比起來 少了一種壓迫感 然後多了一種散步的悠閒感 而且這邊的店家呢 內部都比較寬敞 然後有很多不一樣特色的小店 我時候這個區域集了非常多的非連鎖的小餐廳跟商店 這家Lupicia是賣茶的專門店 你可以看到它的獨棍一個非常的寬敞 這邊轉個彎啊在住宅區 有時候會發現很有趣的小店 在這邊逛街要放慢腳步慢慢走 可能如果你走太快會錯誤一些有趣的店 在自由池以後這邊我們推薦的散步房子室 先來這邊吃個中餐然後開始逛街 對啊而且在這邊呢再喝個下午茶 然後下午繼續悠閒地逛 在這邊可以耗上一整天尋找你喜歡的店家 我們先來到藥妝天堂上野 上野一定要逛他們的藥妝店啊 請記得貨品三家不吃虧喔 軍醫市民也不要忘了來中田商店 逛逛買一些軍用品的衣服喔 這家是上野必逛的玩具店 山城屋 上野這邊的地理位置相當的方便 而且藥妝店又很密集 所以很適合一天的行程結束 只要離開東京之前好好拆買藥妝喔 今天來到時尚的代官山 代官山這邊啊我個人是覺得 東京二三區就是逛街起來最舒服的地方 而且呢我覺得這邊購物的重點 就在於它有很多時尚的服裝的品牌還有配件 在代官山Tenoha這邊有一家ANDStyle 專門賣生活的小朋友 那代官山這邊呢 其實也有很多地方是店家集合的區域 那像我們現在所在的這裡呢 身後就有非常多的店 然後都統整在這棟大樓 這邊是Log Grove 是我們推薦代官山的避廣景點 那代官山這個地方呢 很適合喜歡尋找時尚單品的人來逛逛 那如果你是享受悠閒的人 記得過碗接收給大家 在這邊喝杯咖啡喔 接下來是高原市集中葉地區的購物行程 高原市的商店街很多值得探索的小店 剛剛說古卓店 還有這種型的二手玩具店 高原市的古卓店會很紅的原因 不是因為它的衣服價比較便宜 它的衣服非常特色的前衛 在這邊的巷弄裡呢 但是你要自己去挖掘 真的有很多不一樣的特色的小店家喔 我們現在來到高原市的隔壁站 叫做中野 那來到中野呢 不得不提一下Nakano Broadway Nakano Broadway之名的是鐘錶 然後動漫周邊的商品 比方說公仔、CD以及漫畫書 高原市跟中野 是一個蠻適合收藏家來挖寶的地方 你可以在高原市尋找自己喜歡的古卓 或者是來Nakano Broadway 挖寶你喜歡的動漫特殊的商品喔 我們現在來到 時尚潮流重鎮澀谷 這邊是引領潮流的澀谷109 同時也是黑辣妹的發源地 澀谷的這家24小時的 Mega唐吉克德 絕對讓你逛不完喔 澀谷Center街這邊呢 相較於其他地方 寧願到比較晚 所以可以好好地逛一下 澀谷的巷子裡 澀谷也有很多年輕人喜歡逛的小店 可以來看看 也有女生可以逛的整棟的品牌專門店 還有稍微退流行的basing in 也有這種大家的連鎖的桌店 澀谷這邊有怪物淡多的周邊商品專賣店喔 這邊有整棟的無印良品 然後後面也很好問很好吃 後面再加碼 然後旅行上面還有航海網 我們專門店可以買航海網的周邊商品 哇澀谷真的是一個不業城 所以你在安排行程的時候 可以選擇傍晚之後再 比較不會耽誤到原本的行程喔 而且啊它除了車站周遭的幾家百貨公司之外呢 它的巷弄裡也有很多年輕人喜歡的小店 大家可以來這邊去找找看有沒有你喜歡的東西 現在來到的是秋葉原AKA宅宅天堂 想要買全日本最新最潮的牛蛋呢 真的來秋葉原就對了 秋葉原這一桶也是動漫仔的保護 有超多相關的周邊商品 電玩迷啊不管要買軟一桶 這邊都有最新最新的貨物 秋葉原這邊啊很容易可以買到便宜的電器 除了幾家大家的連鎖店之外 其實小巷子裡面還有超多小店 可以挖寶買到便宜貨喔 我們現在來到台廠 這邊有三次家超大型的購物中心 所以可以逛得非常悠閒 但這邊離海灘很近 所以很適合請來這邊散步走走 台廠啊這邊因為地很大 所以購物周身旁邊都有足夠的休息空間 逛累的話就在這邊休息一下 看看綠地吧 我後方的DiverCity啊有近很多歐美的品牌 還有這邊非常大的鋼彈可以讓大家拍照喔 台廠這邊的夜景還是非常的有名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邊安排一整天的行程 我們現在來到表餐道青山元素一帶 表餐道這條主要幹道的旁邊就是零元素 裡面有非常多的潮牌 那在青山這裡呢跟表餐道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雖然也是有很多的精品 不過呢它都是獨棟的旗艦店 表餐道這一帶呢在它的主要幹道上 有相當多精品的品牌林立 看路上的船主就知道當季的東西在紅色 青山表稱到遠足這三個地方呢 有不同的演藝層的時尚感 從十幾歲到五十幾歲的人 都可以在這邊找到屬於自己的潮流喔 以上就是十個東橋推薦的購物天堂 挑選幾個你喜歡的購物行程一次買個夠吧 你是鮑勃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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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